就在今天NBA发生了一件大事,齐湖的当家球星安东尼·戴维斯已经正式和经纪人Daddy of Funker分刀扬镳。 在2015年7月1日,齐湖顿和戴维斯达成5年1.45亿美元的续约协议,目前合同还剩下两年,而戴维斯选择词掉经纪人的目的非常明显,就是奔着大合同去的。 继美国有名的薪资专家Bobby Marks的报道,戴维斯最大的目标就是拿到一份5年2.3亿美金大合同,就或许是史上最大的合同,戴维斯可以选择在明年提前和提股完成输约合同,就看提股敢不敢答应。 而且为了得到大合同,一位消息人士还透露,Clutch Sports,经纪公司的李奇保罗将会是戴维斯新经纪人的领导者。 李奇保罗我们不用多说了,NBA有名的球队鸡血鬼,号称没有他拿不到的大合同,而且保罗还是乐布朗詹姆斯,御用经纪人,在帮助球员争取大合同的能力,堪称是NBA第一道无人可及,是Clutch Sports。 经纪公司的网牌,由保罗帮助戴维斯施压提股,球队的压力巨大呀,在2017-18赛季常规赛,戴维斯场均出场36.4分钟,能得到28.1分,11.1篮板,2.3助攻,1.5强段,2.6盖茅,他是目前西部的第一大前锋,甚至可以说是联盟第一大前锋,在上赛季他一直排在NV,P榜单前五。 目前才25周岁非常年轻,不过这一份合同,确实会让几乎陷入犹豫的局面,因为在新合同生效,时代为斯平均年薪,将高达4600万。 在前几年大合同满地跑的时代,球员们的身价暴涨,但近几年随着热潮散去,有不少的球员都失去了得到大合同的机会。 将如此低分库里,在2017年7月1日和勇士队达成了一份为期五年价值2.01亿美元时,球队都曾犹豫过是否要给库里这么多钱。 那时候的勇士管理层显得很犹豫,但最终还是给了,因为库里给勇士带来了总冠军,而这次代为斯的合同是2.3亿美金。 这并不是一笔小数目,而且提呼还必须得掏钱,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,如果不掏钱的话,戴维斯大概率会去胡人,因为他一直想去洛杉矶,甚至戴维斯会像保罗乔治和伦纳德那样指定非胡人不去,倒是胡人就等着空手套白狼。